我做了金斑斜 很串 用金来煲的斑斜 Hello 今天我去了 珠谷艺术学院的黄金的食展览 我真的很大开眼界 我看到很多由三世纪 至要清诚的黄金食品 有三件我很喜欢的特别 第一个就是宋朝至明代的披序 以前是一些贵妇 把披肩 让她不要蝕 就把黄金的衣食品吊在底上 它是用了随便和暂刻技术 就是用两块金片 压到一个帽 让人手突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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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突出来 两块披完之后 它就拍在一起 再看接她 就形成了一个金的衣食品 就好像现代的金帝和金帝 都是用机有一个形状 然后压下去形成一个形状 然后再用人手慢慢叼黑出来 我觉得很有七切感 因为跟我最熟悉的金帝的做法很累 用斑子大家看得多,不知道金斑子有見過沒有? 大家可以看到它上面是一個龍的飾物 所以其實它是以前清朝的皇帝和一些皇族去用 以前他打獵的時候,為了保護皇帝的手指拉弓的時候不想弄傷 所以我帶了一個金斑子去保護他的手指 那至於他的技術是用了什麼? 我都猜不到原來他在用藍窩的技術 現在我們的織布手指,耳環托,戒指托都是用藍窩的技術去做 我猜不到原來十一世紀之前已經有這個技術 當然現在的技術當然精細很多 但是以前人力,力力,沒有機器的情況下 他都想到這個方法真的很厲害 我身旁第三片我最喜歡的飾物就是這個龍的金猜 是給以前十三世紀的貴族女士在我頭上做技術 首先這裏傳承的金大概都是86%成色 這個是特別低成色,我猜大概是60%左右 為什麼呢?它是用了很多人和銅 偷成一個合成金,然後再用幾塊合成金 用除業的方法突突突突成形狀出來之後 再用金線把它搭在一起,再亂來 就形成一個很深的層面 這個是非常好的功能 你看它造工多精細多特別 教師真是大事 請討論給你 我是有一個月給你 有一個月給你 你學一下 我可以講到達了 我可以講到達了